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凤凰与飞在云霄 红黄与飞在云霄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容易 作为公众人物的另外一半也不容易 对 也一样要被摊在阳光底下 一言一行都用显微镜照着看 哎呦 压力好大呀 我都不能活了都 我们今天要来说的这个是 飞上枝头做凤凰的 本来是个麻雀 麻雀本来顶多在树梢 可是变了凤凰就一飞冲天了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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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哎 什么人啊 哎呦 这是跟郭台铭和林志玲一块跳舞的画面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这个啊 富士康的老板 洪海大老板 郭台铭她的老婆当然不是林志玲 老婆谁你 哎 看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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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兴盈啊 这女生啊 本来默默无闻 但是呢 她怎么跟郭台铭认识的 因为有一回在一个餐会上 郭台铭跟林志玲为了要跳tango 就找这个原先是舞蹈老师的曾兴盈来编舞 本来媒体的焦点都是林志玲 结果没想到 真正的这个目标是曾兴盈 最后啊 这个是 这个人要说真命天子是真命天后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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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兴盈 那她跟郭台铭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交往 咋回事呢 看一下视频 知名度不高 然而现在却传出成了首富郭台铭身边的新恋人 地点在澳门永利酒店 时间3月15号 而主角就是首富郭台铭和他 长发美女曾兴盈 去年侯海尾牙首富和名模林志玲共舞 当时背后指导的舞蹈老师曾兴盈 如今意外受到郭台铭青睐 照片中两人虽然保持一定距离 但郭董还在背后比首饰要曾兴盈跟上 这回同行澳门的还有张庆芳的夫婿宋学人 以及侯海财务长黄秋莲和夫婿邮相妇 而照行情估算 这一次来回机票将近9万 五间总统套房一碗16万来算共160万 而另外包括餐费还有在饭店买的帽子和防晒乳 短短两天时间索费不支 郭台铭和刘嘉玲的绯闻曾经轰动港台 如今此情成追忆 而汉曾经营的金恋情再度曝光 这回得看郭董态度决定有没有机会开花结果 为什么郭台铭身边的女人就这么受到瞩目呢 那当然 因为人家是台铭头号的首富 那他旁边这个女生当然就是狗仔队追逐的焦点 是吧 而且过去郭台铭情死不断 跟他这个沾上边的女艺人 那当然多如过江之鸡也没那么多 有几个重要的 我们让大家先看一下 跟郭董沾上边的 首先这就是刘嘉玲 再其次林志玲 还有香港的原先那个明星 她是个熟女叫邝美云 郭董曾经跟刘嘉玲 那在荧光幕前大家都曾经看过 两人十指紧扣 手牵手 大家就想 哇 那刘嘉玲不是跟梁朝伟吗 怎么跟郭台铭在一块 那时候大家就在想 这是 哎呦 雾里看花了 后来郭台铭就笑笑着讲 我跟他是要去参加王妃和李亚鹏的 一个爱心的基金会嘛 刘嘉玲请我去 那他牵着我的手 没什么 礼貌而已嘛 你们瞎猜什么呢 好 礼貌 好了 后来这个又传出来了 哦 这个在这个参会上 啊 郭董跟林志玲两个人 这舞跳的香艳火辣 真是 大家也想 嗯 这个第一首富配第一名模 也是相得益章啊 结果呢 都不是 这两个恋情稍稍淡化了之后 又冒出一个人 这叫旷美云的 这会儿郭董就低调多了 哎 然后呢 用私人飞机带到大陆 哎 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不知名的地方 干嘛 两人打高尔夫 哎 然后呢 又传出好像有那么回事似的 结果也不是啊 啊 话又再说回来 郭董和他的老婆 啊 这个曾兴莹啊 一开始的时候 台湾这边就有人说了 哎呦 这两人差这么多 郭董大他啊 两轮 相差24岁啊 本来嘛 人家男子是单身 女的也云云未嫁 谈谈恋爱是理所当然 但是就因为郭台铭太有钱了 人家说还不就为了几个钱吗 是不是 哎 所以说女生靠近这个郭董 都会被人家怀疑是为了钱 结果这一下子就让这个曾兴莹 哦 受不了了 压力太大了 甚至在镜头前哭得稀里哗啦掉泪呢 我们进视频看看 以前以后离开 企图低调守护恋情 和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 恋情曝光 上来开朗的曾兴莹 却撑不住压力哭了 他是先打给我们的舞者 那就是讲讲电话讲到哭了 那后来我们的舞者告诉我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关心他 看他到底怎么了 这样子 很多的朋友都误会他 因为他们都非常关心他 所以呢就是打电话给他 或者传简讯给他 那但是因为真的太多了 那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一回复 那变成就是有很多朋友就误会他 觉得他是不是变了 第一时间送出关心 并因为从曾兴莹学武开始身为老师 张胜丰就一路呵护 心疼自个儿学生 因为和郭台铭传出绯闻 压力溃提 因为郭增两人恋情动向 始终备受瞩目 不管是婚期出游 甚至是未婚生子的传闻 都让曾兴莹倍感压力 来不及回应好友的关心 却被指示变了 张胜丰更替他叫去 希望大家不要把他想成 他是不是真的变了这样子 我因为郭董呢 有告诉过他 说练舞这跳舞的这段时间呢 是他最快乐的时间 低调守护两人甜蜜世界 指示前首付婚礼备受瞩目 这段恋情短期内恐怕很难 不被关注 虽然曾兴莹一度受到 大家的这个质疑 但是还好他也挺争气的 用行动证明一切 他跟郭董结了婚以后 生了个女儿 然后呢 这个跟随在郭董的旁边 亦步亦去照顾郭董 然后尽量参加这个公益活动 这个两口子现在是甜甜蜜蜜的 这婚姻可以说是非常的美满 同时也淡书舞台 不再编舞了 专心做郭老板的太太 好了 讲完了这个郭董的台湾首富 他的老婆之后 那个麻雀变了凤凰的真心仪 现在我们要讲到 曾经是第一家庭的媳妇 前台湾最高领导 陈水扁家的媳妇 这个叫黄瑞靖的 说到这个黄瑞靖 本来这是个乡下的一个小姑娘 从小喜欢弹钢琴 最大的梦想也不过就是当个钢琴家吧 没想到造化弄人 好事者居中穿针引线 把他介绍给了陈水扁的宝贝儿子 叫陈志忠的 于是乎 黄瑞靖 大家看一下 就长这样 跟陈志忠在一块以后 不得了 这一下子身边就有保镖 然后有黑头车接送 这个下聘的时候 最高领导坐的飞机 还亲自坐着飞机 他们家排场很大 看一段视频 来 瞧瞧 第一家庭媳妇黄瑞靖 过去一个月来 为订婚结婚准备了行头 在市场上掀起一股黄瑞靖热 你还记得黄瑞靖带的这款 肖邦新型订婚钻戒吗 消息曝光后 不少民众一到店家 就指明要带汉太子妃一样的款式 不但两三个礼拜 已经卖到全台短货 黄瑞靖所订购的是三牌 相钻三牌的戒指 那现在已经全台短缺货当中 那有许多的消费者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 跟第一媳妇 带同样款式的婚结 第一家庭媳妇黄瑞靖 嫁得亮丽风光 也让精品业者 跟着沾光大发名人才 黄瑞靖和陈志忠 同时成为贬家弊案的人头户 洗钱的人头户之后 那更是媒体追逐的对象 但是他在荧光幕之前 面对媒体 可以说是应付自如 甚至于开庭到庭上去 跟法官对应 哦 他讲话也是 让人为之眼睛一亮 为什么 他说了 哎哟 既然我那婆婆 他讲的是吴书森 既然婆婆不信任我 那干嘛要在海外 帮我开个户头 还不让我知道来龙去墨呢 你看 他这个讲话 像不像那宝贝女儿陈信瑜 骂他的公公 自己做事自己当 当不了去死 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们先进广告 看看这小两口子 还有些什么动静呢 今天我们前面说了 郭台铭的老婆 曾兴盈 麻雀变凤凰 虽然一时之间 大家对他有很多的问号 但是他后来表现还挺杰出的 挺好的 我们接下来又说了 这扁家的媳妇 那个叫黄瑞静的 你看看 大家看一下 原先的样子还挺清纯的 那时候是陈志忠 大学毕业典礼 他陪着婆婆 吴淑贞 那个时候还不太讨然厌 看起来还挺好 但是久了 慢慢就露出他的真面目 看看 哇 这伙儿已经不一样了 光这耳环怎么够呛的吧 进一段视频 看看他 多厉害的一个小姑娘 来 面对大批媒体守候 陈志忠夫妇有备而来 主动走进采访区 你们不用那么靠近吗 只要几个 大家都拍得到 大家都拍得到 混乱中黄瑞静架势十足 沉着脸要现场媒体守秩序 一听到问题 马上抢着回答 你们会不会接受检方的约谈 我们回来就是接受检方的约谈啊 那有没有别的媒体 没有问到 从受访者变成现场指挥官 连报道的标题该怎么写 都有意见 我觉得这孩子只是一个疑似 你不能说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所以我这次在有遇到苹果日报的时候 我有跟他说你们不能够把疑似 这两个字已经拿掉了 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唱独角戏 但只要轮到陈志忠说话 黄瑞静似乎就不甘寂寞 他都没有告诉您吗 没有我们不清楚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从来不过问这个问题 他这次说我们才知道他越出之道 那你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会觉得很委屈吗 对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你觉得很委屈吗 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会我刚才说就是还是很平静 前老公说的不够详细 黄瑞静一直忍不住补充说明 插不上话的时候 脸部表情也没闲着 要不就双眼咕噜咕噜转 好像在思考陈志忠答得好不好 要不就点头摇头 或是用唇语附和 夫妻两个到底谁听谁的 这句话说明一切 你就拿圆圆的摄影器 要拍得到 尽管陈志忠难得展露口才 但黄瑞静一手主导现场气氛 却更令人印象深刻 似乎承袭了贬家女人 特有的强势作风 看到没有 这就是贬家的媳妇 人家嫁到贬家去 没有白混 最近陈志忠要选高雄市议员 已经出来耀武扬威了 那这个黄瑞静呢 鸭子划水 他们兵分两路 一个呢 这个公开露面 一个私底下 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 参加一些社团的活动啊 钢琴弹的还可以吗 就弹弹钢琴 然后这个娱乐 那些死忠的绿营的那些选民 别小看了 我告诉你 没准黄瑞静不但是这个前第一家庭的媳妇 我看到了年底 没准就成了高雄市市议员 陈志忠的老婆 然后干脆直接老婆再加个头衔 叫市议员的助理 好好地帮她老公上下起手 哈喽奥斯汀 我快听不下去了 甭说你听不下去 我也快说不下去了 太真实了 就是我从这么丢人的 你不会 我不是老子们跟你同 我叫奥斯汀 下次见